电工干了十年 没想到被零线电了 这个零线不带电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说法 很多老电工在现场 不注意都会被零线电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一个零线会流排 我们想要把这一根零线接上去 完全没有位置了 怎么办 你是不是会想到 把这个螺丝松出来 之后再把这个放进去 拧紧螺丝 这样子你就触电了 为什么这么说 这个零线比较特殊 特别是接在会流排上面的时候 它会回火 这个螺丝你可以松一点 但是不能把它给去掉 一旦去掉 火线通过负载 回到零线的时候 这个零线一旦脱离会流排 它就变得带电了 昨天单位的一个电工 就是这样给出电的 那么这个螺丝不能拆掉 怎么把新的零线 给它接进去呢 你注意看 教大家一个好方法 这一颗螺丝 是拧这个螺纹的 我们就把它装在这个上面 怎么装呢 给大家来说一下 你千万不要松螺丝 这个螺丝你一松 这个零线就带电 怎么做呢 很简单 这个位置找一个垫片 下面这个螺母 你千万不要松啊 找一个垫片 之后把这个零线 给它放在这个上面 再找一个垫片 找完之后 你多找一个螺母 直接把它拧到这个螺杆上面 下面的不要动 千万不要动 直接像这样子拿个板手 把这个零线 给它紧在这个螺杆上面 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来接这个零线 没有位置和空间的时候 只需要找一个螺母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拆零线 不然就会触电了 专业电工称之为 回火 零线变火线 非常危险 分享给你 我们下期再见